在看到玉里镇观音里有一名农民开着农耕机具离田时 遭到虎头锋攻击 索性农耕机有密闭的玻璃窗 当群峰猛攻无攻而退 农民则是大松一口气 密密麻麻的虎头锋在周围狂窜 见在眼前让人头皮发麻 仔细看竟然有个比篮球还大的虎头蜂窝就藏在土堆里 原来这是花莲玉里镇农友潘文符日前在观音山脚下进行翻土工作时不小心挖到的 而两三百只的虎头蜂神兽惊扰清潮而出 猛烈攻击 幸好潘文符的翻土机周围有玻璃保护才逃过一劫 前就背板黑褐色 腹部一至二劫 端部有黄色环纹 潘文符招惹到的蜜蜂就是这种黑尾虎头蜂 这个季节它已经成风有蜂涌了 所以说它野外的虎头蜂会不加有野性 攻击性很大 到年底大概11月左右的时候 它的蜂涌会成风之后 那个蜂窝就不加没有蜜蜂 这样 潘文符提醒 平时只要不去骚扰黑尾虎头蜂就不会攻击你 万一不幸遭到风遮 只要尽速移除遮针 再利用肾上腺素笔及冰符自救 并赶紧就医 记者刘明胜朱均印花脸报道 谢谢 谢谢 谢谢